大家好 在上次我们学习了JS作用域之后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思考一个问题 作用域的本质是什么 我们今天还是接着这个话题来讲 假定我们的代码里面有这样一种情况 就是说有一个F1这个函数 然后在这个函数里面也有一个F2这个函数 如果在F2里面 你有一行代码要访问一个病量X 那么它解析器的话 解析器它到底怎么样找到这个X呢 它的一个按照我们上次学习的话 是不是首先是从F2的一个 词法环境里面进行找 如果在这里找到就结束 如果找不到的话就会跑到F2的 F2的scope这个对象里面去找 因为F2的scope等于创进函数F20 它所在的词法环境 其实就是等于它的负函数 也就是F1的词法环境 所以说作用域的本质是什么 本质就是当在一个函数里面 想找到一个病量的时候 想用一个病量的时候 首先会在这个函数本身里面的 词法环境里面去找 如果找到就结束 如果找不到呢就会跑到F2的 那个词法环境里面去找 如果还找不到 那么就继续往它的F2里面走 一直走到一个 游览器里面全局对象 Window这个里面去 这就是它的那个本质 如果当然中头如果找到的话 那就退出了就结束了 这就是作用域的一个本质 那么了解作用域的本质之后呢 我们要想想这个作用域 我们怎么把它用起来 依照我们前面学的 我们就知道作用域其实就有个信息隐藏 关于这一点的话呢 那它是个什么意思呢 比方说平时我们写代码的时候啊 你是这样的 经常会碰到这种情况 比方说你有一个函数F1 有一个函数F2 它都会用到一个共同的东西 那么这个共同的东西呢 你肯定不能放在F1里面去 也不能放在F2里面去 因为这样的话就达不到我们 两个函数都用到这个共同东西的目的 那么你很有可能想到一个办法就是什么 把它变成一个全局的 是不是这样 那么如果这种情况经常出现 而且就会导致你的什么呢 就导致你的全局变量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那么这样就在实际做项目里 就会产生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一个页面的话 经常会引用好多个JS文件 而每个JS文件呢 生成产业里会引用第三方 第四方第五方的那些JS文件 而每个这样的JS文件 都用这种全局变量 大量用全局变量 那么很有可能就会导致冲突 而冲突的话 这种情况下 而且是很难调试的 很难把它问题找出来 这就是问题所在 那么这个地方呢 你会想到一个什么办法呢 既然我们学了作用 是不是把这些全局的东西 就放在一个函数里面去 比方说放在这个匿名函数里面去 然后这样的话就会做一个什么效果呢 比方说把这个函数A这个里面 定了一个病量5 定了很多病量等于6 然后我们在这里定一个函数 比方说X 然后这个函数呢 那我们就可以访问到这个病量 别人访问到LA 甚至也可以访问到B 这样的话呢 在外部的话呢 这些病量都是访问不了的 是不是起到一个信息隐藏 就是把ABF都隐藏起来了 这样就达到了我们的一个目的 但是呢 这个时候呢 就问题来了啊 就是什么呢 我们在外部的话 ABF都访问不到 你怎么把它在外部都可以访问到呢 那么通常一个技巧就是什么呢 Windows对象 比方说给它添加一个属性啊 当然这个对象属性这个东西 我们现在还没学 等我们后面会继续讲解这方面的内容啊 给它负一个值就等人F 这样做了之后呢 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效果 就是什么呢 你在外面调用的时候呢 就可以直接调用函数了啊 当然我们现在要把这个变成一个 利明的一个立即调用的一个函数 好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在浏览器里面测试一下 刷新一下啊 它就弹出5了 好 这就达到了我们 在这个 利明函数内部呢 很多个函数 比方的FG 都可以访问这些变量的目的 但是呢 只有一个 只有这个F这个东西呢 被供估出去了 这现在是不是减少了那个 那个冲突的一个作用 然后也达到了信息隐藏的目的 是不是 那么呢 看到这张代码的话呢 如果你仔细在观察一下啊 特别是你从有C语音变成背景的啊 C系列语音变成背景的人 给人C啊C加加 或者C下谷加发这种语音 过来的人的话呢 你可能会产生一个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F被调用的时候 这个它的所在的 这个副函数 已经执行完毕了 执行完毕了 但是呢 还能够访问到 它的那个 这个副函数里面的一个局部变量 你有C系列 变成背景的话 就很难理解了 因为在C下谷加法呢 C这种情况也好 如果一个函数执行完了之后呢 内部的一些成员变量会自动被销毁 这也是内 这也是为什么内部变量会被称之为 自动变量的一个燃影 自动创进 自动销毁 当然这个 啊 说已经那个关注那个内层的问题啊 在C系列语音里面 这个变量呢 就会放在那个函数的站里面去 而这个函数执行完毕了之后呢 那个站就会弹出来 弹出来之后 这个自动自动销毁了 但是很明显 GX不太一样 不然的话 你有这个调用的时候呢 你应该是防不到这个A的 因为这个A应该销毁了是不是 这就是它的一个作用域 这也同 这也通常是我们C系列背景的人 学习GX 对于理解作用域 也就是臂包 也就是词法作用域的一个难点啊 今天的话 我们就暂时就先讲到这里 下次课呢 我们就传心传意把学习B包啊 学了之后呢 这个代码呢 为什么会可以访问呢 应该你就可以理解了 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